腿中间有条线 往往左侧尽量往左侧摆 把这往往右侧拉的时候 到中间的时候扭摇发力 来看啊 往前一推 往左一摆 往回拉到中间 不用那么搞啊 朋友们大家好 前段时间说过了啊 离往的时候怎么样啊 离往的时候呢 手提这个兜 用手腕用力 往往撩啊 左手往上一抬 这样子往坠子自然朝向中间啊 这样子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离往的效果比较好 很多朋友不会离往啊 离往很困难 只有把网离好了 剪网才会很容易 今天咱们拍下子呢 就是撒网那个 这个什么叫发力啊 很多朋友对着发力很纠结 其实你不需要考虑发力那么复杂 其实撒网没有那么复杂 不需要考虑太多啊 那现在我们把这网离好了 剪到鞋面 夹入虎口 虎口夹入线子啊 往鞋带往上走 很多朋友说呀 这个为什么老是要剪鞋面 不剪鞋面行不行 剪鞋面撒网更容易 你只要相信这句话不会错啊 这就这个拿起来三四个灯 把网提起来啊 提起来的网啊 一排在在虎口上面啊 这样的坠子也很好的一个鞋面 这样子啊 这时候呢捏入三四个灯 捏入 这样子轻轻一撒就撒开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考虑腰力啊 这样那样的哈 撒这小网 只要把这网荡起来 轻轻往回拉 轻轻扭药 网就撒开了 不需要太用力 这地方啊 餐条特别多 打击网看看 好 好 搞一把手机 哎 那边什么 水草那样啊 小餐条很多 就怕打歪了 打水草上去 稍微拳一撒 往这边打 我捆这三个 你把这三万刀子的那些 我捞了 看他 拿到 好的 下面就撒两网哈 下面就撒两网 嗯 好 不得递啊 接网啊 嗯 很多朋友问这 斜坡上撒网怎么撒 斜坡上撒网其实也挺好撒啊 无非呢 还是把这网 网离不好呢 网就不好撒 这是肯定的啊 不管水平高和低 网离不好就不好撒 还得把它里头一盘 开个动门 只不过在斜坡上撒网呢 网不能捡太大 这斜坡上比较陡啊 也不敢太用力 是吧 做着呢 这样子接网的话 你不能挺太长 挺短一点 啊 还是那样哈 左手呢 还是三四个斗 这网踢下 踢短一点啊 看来啥不道理 去就 来 站在这里哈 两腿中间有条线 往往左侧 尽量往左侧摆 把这往往右侧拉的时候 到中间的时候 扭到发力 你看啊 往前一推 往左一摆 往回拉到中间 好 好 两腿中间有条线 往往左侧 尽量往左侧摆 把这往往右侧拉的时候 到中间就是 扭到发力 你看啊 往前一推 往左一摆 往往回拉到中间 这是斜迫上打网啊 这个技巧 因为呢 因为怎么说呢哈 因为 这个啊 还得熟能生巧 经常打才行 这让我往眼小气疯呢 也怕里边挂 不敢打太远啊 随便撒撒 得了 这个意思呢 就这样 总归就是说呀 把往往前推 为什么要往前推啊 往前推它有惯性 往左摆 摆的幅度够大 往回拉 拉到中间这时候 哎 一扭到把它抛进去啊 撒两脉网就这样 不需要考虑 腰太大的发力 不需要考虑扇面 只要扭腰把这往往甩 两脉网就特别容易撒开 因为两脉网 接的鞋面特别大 只要你能把它甩出去 就能撒开 嗯